所以今天有吃到餐的人要不要心懷感激 只有80份的餐喔 你看到我跟我們坐在旁邊愛怨的眼神都是喝飲料的喔 有沒有看到旁邊坐一些板凳做一些有沒有 你們看他們喝飲料給他們熱點鼓掌喔 有沒有看到在外面吃花館吃粽子啊 吃肉圓啊然後才進來的耶 那你們都吃義大利麵有沒有很棒 今天的餐非常的棒齁 這個明太子義大利麵喔 然後還有燉飯喔 那我們的James很用心啊 因為他們他在我們台灣喔 成大商圈這邊喔 也是之前所謂的這個餐廳的領事嘛對不對 然後加上他們也他很用心 很年輕年輕喔 然後自己也創業喔 他們有試家各種不同類型的餐廳 我們先請他跟我們介紹一下 然後他今天好不好 跟我們介紹一下今天這個餐廳 然後他的餐廳好不好 我們請James來 James來跟大家跟我介紹一下 謝謝 各位午安 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 今天台灣喔 整個地區都是英語綿綿綿喔 那只有在台南市東區喔 看到非常多的太陽 那因為各位的熱情 也把我們這個地方喔 變成就是非常非常的溫軟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來到諾瓦方舟 是不是先給自己的掌聲舉例一下 謝謝 那我公商服務一下我姓毛 毛澤東的毛 那這是我第一家店 叫諾瓦方舟 開了13年的 那當然今天 我們就是讓大家比較簡單的點菜 所以設定了一個麵一個飯 一個素食 那比較不好意思是因為今天座位 真的是 我們沒有預想到大家非常的熱情喔 因為導致很多位置 沒有辦法讓大家做 那我現在還在想辦法 那各位先站一下 我等一下再盡量想辦法 讓大家有位置可以坐 好不好 這一點 真的不好意思 那餐點如果有任何問題 可以再告訴我們好不好 那今天重點當然就是我們老師嘛 因為 在之前我就聽過老師 他的門號 當然 我覺得今天也是 剛好這個機會 可以讓我來聽聽老師 來跟大家講講話這樣子 那我公商服務一下 那這是我幫做第一間店 那第二間店是居酒屋 它叫小方舟 都在東區 四間店都在東區 那第三間店叫毛洞 它是洞飯中的店 在信物音樂那邊 對 那第四間店只開一年而已 叫毛房 對 這廁所的毛房 因為我其實到最後 我不曉得要取什麼名字了 所以有點比較自戀 毛小毛腳 對 這是第五家店可以毛小毛腳 對 那再來就是說 有的人建議可以開總部餐廳 就叫毛小孩就好 那 就是諾亞方舟 小方舟 毛洞 毛房 那毛房是熊不熊 那這四個品牌 三個品牌都日式的 而且四個東西都不一樣 其實就是想要讓 朋友可以禮拜一到禮拜天 可以讓我們餐飲 我們的集團 吃不一樣的東西 那各位如果有 要到我們餐廳的話 可以來告訴我 好不好 可以打電話給我 那謝謝大家 那我希望 今天大會圓滿的 非常順利 非常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電子 對 他知道我們 真的可以忍這麼多 對不對 所以不把那個毛房 毛洞 都好啦 那我覺得 有沒有嘗試過 你可以跟一百多人吃飯 然後這麼熱情的 沒有 對不對 今天給大家一個這樣的經驗 好不好 那今天來了很多的朋友 我們讓大家互相認識一下 那我想我一定要先請那個 大家是不是聽到馬來西亞很興奮 那我們有一位馬來西亞的朋友 駕到台灣來 然後駕到民雄去 有沒有 哇 然後呢他做桌遊的老師 有沒有 哇 那是不是要聽聽看馬來西亞 在我們台灣有沒有 這個當桌遊 大家知道什麼是桌遊嗎 知道 我兒子每次選社團 都要搶桌遊 但是都 每次都沒搶到 哇 那我想要這個 表示這個桌遊的這個社團 是讓小孩子玩得很開心 一定也有幫助他們 腦力極大 來我們讓我們馬來西亞朋友來 來認識一下 大家好 我叫曉薇 我來自馬來西亞 剛剛我之前的介紹一下 我桌遊 我桌遊 我桌遊就是博家店的遊戲 就是做個上網的遊戲 嗯 好多說你已經忘了我 哈哈 你們都好專心聽我說話 那平時呢 我就是到各個小學去教桌遊 也有國高中啊 去教桌遊 那你們認識的桌遊是什麼 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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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大波 麻醬外遊 麻醬也是齁 這些很熟悉的對不對 然後爬舌的那種 這些都是桌遊 那桌遊現在其實 是台灣自己的一個 娛樂活動 就是讓大家可以在一個 互相 分享 快樂的一個 那我們大人可以玩嗎 大人可以玩喔 欸你們知道那個桌遊 是來自哪裡的嗎 欸最早是在來自德國 歐洲那一帶的 他們呢 冬天的時候 很冷的時候 他們一家人聚在一起 聚在火爐前面呢 沒事情做 就是往桌遊 欸 所以是從那邊 一帶這樣子 興起過來的 那近幾年呢 台灣也有出自己的桌遊 有一款蠻聰明的 叫做走出桌遊 走出台灣 走過台灣 欸裡面都是介紹一些 台灣的歷史的 料不齊自己出桌遊 那介紹給大家 謝謝 哇好棒喔 這個桌遊也有這個 走出台灣 走過台灣 然後通過歷史 哇很棒喔 我覺得 欸今天這樣的一個餐會 也是讓這場各業的 平台大家來 互相交流認識 那也讓你介紹一下 你的行業啊 或是你的公司的產品 都可以 好不好 那我想欸 我們要請我們的 欸 台南有一位 我們鯨魚的經銷商 我們的智能